一個同比就是那種 每次看他的書的時候都會覺得 你怎麼把我的話搶走了 明明是我會講的話啊 誰說你可以講的的那種 然後每次看的時候都會覺得 好啦就是讓你先寫了 那我可以寫得更好 但實際上也沒有 就目前我一直也只寫了一本 對啊 就像我第一次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看到前20頁吧 我看一下 因為我的拿到樣書的時候 我是坐在廁所看的 我還蠻習慣在廁所看書 然後我就一路看看 那時候時間要一直笑 然後就有人在廁所旁邊說 啊你是在廁所笑什麼 有那麼好笑啊 我說啊你不懂啊 然後就繼續看 對啊就是這樣 就是 呃 還好目前沒有人這樣說過就是 比方說說小樹超新名的紅筆啊 但是我每次看他要說的時候 我都心裡有一點隱隱然覺得 哎呦 這個話之後有一天 有人會說出來 因為那個話真的太像我想要講的話了 這有 太多了 這個裡面的句子 包括那個說法 然後 然後 用字 就是你會用這件事情來解釋 然後會用歌來解釋你的人生 會用某一首音樂來解釋你現在面對的狀況的那種思考 然後甚至是我們會舉的例子 都很像 當然因為他比較 呃他比較長輩 所以他會舉一些 呃第一我可能沒有那麼熟的團體 比方說像是跟排行榜他會舉那一種 呃什麼現在最應該被槍殺的五個樂團 然後你頭有 Simple Mike 這種事情 好那Simple Mike 因為就 不太是我當年有攝錄到的樂團 就他當然知道比較多 然後 呃 可是就是那種感覺就是 如果他是台灣人 或者說如果我是英國人 我覺得我們應該 聊得滿懶 的這一種 對啦 他很親切也聽說 我相信 他是英國國民的那個作者 對 可是我看到這本書的時候 有點訝異就是他怎麼會寫這種 呃 未婚生子的 的這種東西 就是他當然處理很多那種 他大人跟小孩之間的狀況 他處理蠻多次 蠻多次的 可是他這一次用一個小孩的狀態 在寫這件事情 因為小孩就未婚生子 然後有另外一個小孩 就還蠻有趣的 然後面對他跟他媽媽的那些 就那些對話就是我完全可以想像 如果是我也我也會這麼寫 當然我這樣講非常不要臉 因為我並沒有把它寫出來 而且他是用十六歲的少男啊 對啊 觀點去寫 是 就是十六歲的男孩子 在英國長大 然後你在那樣的環境裡頭 你會聽什麼歌 然後你會用什麼態度跟大人講話 你會用什麼態度面對這件事情 然後你會用什麼 去解釋你當下的人生 我覺得那些東西太有趣 你會用什麼叫做? 哎唷 你會用什麼來的 你會用什麼來的 會用什麼來的 ? 你會用什麼來的